很多女生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所有的宠爱,家人的宠爱,伴侣的宠爱,其实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人的面向看出一个人一生的运势如何,命运如何,性格如何,那么应该要怎么看出一个女生是否受宠爱呢? 接下来就跟大佬一起看看天生受宠爱的女人面向有哪些吧,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。 欢迎订阅国学天地 拥有一头发柔润,头发特别柔润的女生通常很受男人宠爱,他们一般为人很幽默,很风趣,头发特别柔润的女生代表做事实细心,待人和气,个性也讨人喜欢,在恋爱中,他们就很容易收获来自异性的宠爱,社交圈中也会收获朋友的,婚姻中的他们, 大多命运平稳,生活中很受丈夫的宠爱,婚姻无比幸福,拥有和善清澈眼神的女性,她们的眼睛如同会说话的水灵珠,闪烁着温暖的光芒。 这些女性大多天性纯良,心底单纯,她们的善良与纯真,总能轻易赢得他人的恋爱与关怀,男人们从她们清澈的眼波中,似乎能够窥见她们内心的世界,那里简单而纯净,没有复杂与纷扰。 这种类型的女性,总是能够轻易获得优秀男士的青睐,她们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让人想要呵护与保护的欲望,仿佛是一种自然的吸引力,让人不由自主地为她们清新。 因此,拥有和善清澈眼神的女性,往往能够享受到极高的受宠指数,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 地格宽圆地格就是下巴,女人下巴宽是好命,富贵命,望夫命,这种女生往往爱情圆满,顾驾,热心工作。 乐于照顾别人,心情温和,合约性格,因为下巴宽圆的女人有度量,可以包容万事万物,彼此不容易与他人发生争执和冲突,相处会很融洽。 注意,如果女生双层下巴,则表示爱情丰富,温厚马实,包容力强,有才气,不顾好色,兴气强壮,下巴丰满,下巴长得丰满,说明这女人物资充足,一生钱财无忧。 尤其是婉景,常听到一句老话,下巴肉肉,婉景无忧,下巴丰满,并且有着双下巴的人,相貌就是有夫运的,好像从小到大,苦日子与他们无缘,即使嫁在穷,在婚后,凭自己的望夫运,使得老公越来越有成就,财富也会越来越多。 而且在生活中,常常能帮到自己的伴侣,夫妻恩爱,和和美美,是有夫妻的好面,相舞。 脑门有志,脑门上涨志的女生,就是属于比较内热的女生,外表淑女,内心热切,很容易得到异性的好感。 大朗认为,志向学在很大程度上能看出女性的个性特征,从而看出其是否被男性宠爱。 比如,眉眼外长志的女生,通常是花心者,而眼下面偏外侧有志的女生,是异性投怀送抱的类型。 左眼角下方长志的女生,则体现多愁善感。 嘴角上方长志的女生,会带来相当高的人气,不过容易导致桃花节。 耳垂厚大一个人有没有福气,通过耳朵就能够反映出来。 对于女人来说,耳垂厚的是非常好的面相,不仅自身能力很出众,与周围的人也能够非常友好的相处。 耳垂厚大的女人,从小听话懂事,乖巧可爱,是与父母的掌上明珠,受尽了父母的宠爱与呵护。 结婚以后,她们又能够得到丈夫的宠溺,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,对方都会极力去满足,花再多钱都没有怨言。 耳垂厚大的女人,是非常有福气的,属于天生的公主命,一辈子都被人宠爱着。 声音柔和,声音柔和的女人,大多是非常温柔的,脾气也很好, 从来不会将负面情绪呈现在别人面前,更不会与人大喊大叫,总是会给人一种温婉贤淑的感觉。 声音柔和的女人,很容易得到男人的好感与保护欲,男人从来不舍得让他们生气,无论做什么事,都会把他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 与这种类型的女人在一起相处,会让人感到特别舒服,因为不用担心她们会闹情绪,也不用担心没事找事。 所以,声音柔和的女人,能够得到大家的宠爱与包容,即使做错了事情,也没有人与她们计较,可以说是非常好命了。 嘴角上扬,嘴角上扬的女人通常会给人一种特别乐观的感觉,仿佛每天都处于很开心的状态,能够给身边的人带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,这种面向的女人没有什么心急,并且心胸豁达乐观。 不喜欢,与人斤斤计较,很容易原谅和体谅别人,嘴角上扬的女人性格很开朗大方,知性,乐观坚强,并且有着很强烈的是非观,在大是大非面前,从来不会考虑自己,能够顾全大局。 这种类型的女人,能够得到周围人的尊重与支持,无论做什么事情,都有人给予帮助,尤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,愿意示以援手的人特别多。 另外,这种类型的女人婚姻生活是非常幸福的,与丈夫的感情深厚,两个人能够携手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,尤其在丈夫发达之后,更是把她们当成宝贝一样来宠爱。 鼻头圆对于一个鼻头圆的人来说,其实吸引到自己周围的人也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,因为这种鼻象的人在生活中一般都很随和,而且其本人还缺乏攻击性,让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。 这样的人自然可以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得到大家的宠爱了。 眉毛浓,有时候一个人之所以可以得到大家宠爱,也许是因为这个人很忠义气,例如眉毛浓的人,这种人在生活中通常都是非常之重感情,忠义气的,可以很赤诚地对待自己周围的人。 这样一来,自然就可以很容易吸引到朋友了,因此眉毛浓的人也可以受人宠爱。 耳朵大,虽然耳朵大的人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和自己周围的人交流,但是在生活中,这种人也还是可以容易得到大家宠爱的。 因为耳朵大的身上有一种祥和的气息,这种气息可以使得其本人容易得到大家友善的对待,从而变得越来越受欢迎。 人中清晰身长,这种女人天生就很孝顺自己的父母和公公婆婆,因此他们生出来的孩子也能够秉承孝道,最终会芙蓉子孝,所以这种女人很有福气,她们一生人缘很好,也同样受尽宠爱。 这面相特征的人注定是少奶奶命,能嫁给富贵人家,能得到婆家每个人喜欢与藤赖。 家业也越来越兴旺,财富也变得越来越多。 十三,额头圆在面相学中,女人的额头代表其运势与男女福音,耳朵则是代表女人的幸福运气。 女人的额头高耸,表示其非常,有才华男性是不会因为你有才华而去嫉妒你,而是会对有才华的女性心生仰慕,爱慕,加上耳朵圆轮,耳的上缘稍圆,同时耳的上缘高于眉的下缘低于眉。 这样面相的女人是非常有福相的一个人,这种非常招男人喜欢,不过有一点女生要注意了,如果女生经常被男性闻耳朵,那么就意味着你太被人宠爱,具有被性挑逗的意味,需谨慎,法令闻较长。 是位于鼻翼边延伸而下的两道纹路,是典型的皮肤组织老化,形成肌肤外表凹陷的现象,觉得不美观。 但其实,这是一种有福的变相,是典型的皮肤组织老化,形成肌肤外表凹陷的现象。 这样的女人,寿命也是很长的,法令纹是位于鼻翼边延伸而下的两道纹路,是典型的皮肤组织老化,形成肌肤外表凹陷的现象。 越长就是寿命越长,她们能在事业当中好好地发挥本人的才能,能成为一个很凶猛的人。 这样的人会把本人的青春都贡献给事业,典型的事业女强者就是这样的,她们很容易就能成为指导的人,她们的下属都很信任她们,绝对不会听从她们命令。 这样的人普通都是有威严的,田宅公开阔女人的田宅公长的开阔,而且没有疤痕的话,财运惊人。 他们出生的条件就比普通人好,会得到很多晚辈们留下来的财富,生活中容易得到贵人的协助,只是没有很努力的工作。 也能得到颇丰的财富,只需善加应用,这种财富就会让本人的资产变得更多,所以往后会过得越来越富有。 那么本人将来的生活就是会越来越开心的,有时候好的面相是天生的和原始的家庭氛围有很大的关系,而有些人好的面相是后天自己修来的,所谓面有心生。 其实和自己的心性是有很大关系的,所以要想拥有福气的面相,就要从小事做起,既得行善,前一幕话中,面相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,人人都会变成有福气的人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愿您实施心清静,日日是吉祥,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